那什麼叫二維正列 基本上也是一維正列的衍生 所以我執行起來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這邊的話有列跟 我是先用也是一樣 把它繡在這個 Console上面 那比如說今天兩列 4好了這邊 我Console這很麻煩 所以有時候輸入非常難 你要點這邊一下 再輸入才會證據 還要再點一下 因為我用了什麼 用print print line在下面 print在旁邊 24好了 那也就是說 特別至於24輸出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二維什麼叫二維正列 他第一維有沒有 第一維是 01嘛對不對 第二維是0到3 那也就是說基本觀念上 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說第一維它是等一下 就是這個正列 變數本來是這樣的空間 然後我切一半 切一半變成二維了對不對 然後再一半 四 再怎樣 再把它怎樣 切 切 這樣不就二維了 然後呢 分別 不過只是說 這個 左邊是 一維的 0的部分 右邊是 1的部分 也會分兩塊 所以 結合起來 就可以有八個空間 放八個數字 那意思對於推 如果說我今天呢 不只切 我還可以再細切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 做出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該怎麼辦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在輸入的時候呢 我這邊用print 用scanner先好了 那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讀入的什麼h h 第一個是2嘛 對不對 第二個是4 對不對 列有 惡列 然後呢 四行 對不對 那輸出的話 特別注意 那我要怎麼new這個正列 正列要建立的方式 就是特別注意 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中瓜糊放在變數的後面 或者是放在資料型別後面 那兩種方式都可以 不過 建議還是放在哪裡呢 建議放在這邊 會比較好 因為 在c-sharp裡面只能放前面